从外面看去,西雅图流行文化博物馆看起来像一个被摔坏的电吉他 这是为了纪念传奇摇滚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 这家非盈利博物馆是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于2000年创建的 它的展览涵盖从科幻、恐怖电影到漫画和电子游戏在内的整个流行文化趋势 博物馆的宗旨是探索并支持生活中的创意 这也包括漫画 其中一个展览叫做漫威超级英雄的世界 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漫画的历史 以及那个将想法付诸于纸笔上的漫画家 漫威漫画传奇人物斯坦里 他在11月12日去世,享年95岁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蜘蛛人是最主要的超级英雄 他刚刚出现在漫画中的样子 一个瘦弱的青少年,不是一个超级肌肉男 他得做作业,得跟家人打交道 人们容易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特别是那些本身就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人 他爱开玩笑,甚至在与坏人战斗时还在开他们的玩笑 他非常好接近 根据同样的理念,亲切友善的特性 另一个漫画人物惊奇女士也出现了 不过他一直到2016年才与读者见面 她是一名16岁的巴基斯坦裔美国少女 就像蜘蛛人一样,她也是个青少年 在当超级英雄之余也要应对平常生活的一切 但这则漫画也有个元素 人们看到一名穆斯林少女如何应对人们的固有印象 布鲁克斯·帕克说,挑选展出物品并不容易 因为每一样都那么的独特,值得展出 这是漫威漫画有史以来最大的展览 我们所说的是80年历史的漫画世界 有几千个超级英雄 但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经典的和新的 讲述过去的故事 但是也不忘21世纪才登台的这些任务 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展出所有东西 但是我们让人们品味一下 他们之后可能会去漫威世界自己探索 尽管这些漫画人物都是虚构的 但是他们对人们的生活的影响 以及他们面临的真实生活问题 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粉丝们 美国之音记者莫兹格瓦亚西雅图报道